欢迎来到MuraShows.com 今天让我们和您分享 如何在MuraShows.com退款退货和取消购买的产品吧 假设你在下订单之后改编主意 想要取消订单 那你可以在登录之后 在主页的右上角点击你的名字 便点击My Purchase 在Tuship的页面当中 点击Tracking History追踪包裹记录 只要这里没有任何的包裹更新 就意味着MuraShows.com的团队 还没有开始处理你的包裹 而你依然可以有取消订单的权利 你只需要在这个页面的下方 点击Cancel即可 假设MuraShows.com的团队 已经将你的包裹给处理好 那你只好等待包裹的到达了 当包裹顺利到达你的地址之后 包裹的资料将会首先出现在 To Receive的页面 点击View Details 你将会在页面的下方 看到Refund and Return的按钮 点击此按钮 选择你要的退款退货的产品 并填写有关资料 记得你必须要提成有关的产品照片 作为退款退货的证据 以让你的申请更具说服力 在这个页面呢 就总共有三个不同的选项 也就是Refund Refund就是要求MuraShows.com只需要退款 买家本身不需要退货 Return即是买家只需要退货 MuraShows.com不需要退款 这意味着买家想要以交换的形式 换取产品 Refund and Return 也就是买家会退货给MuraShows.com 而MuraShows.com也必须退款给买家 接下去 记得清楚填写 你的银行公司名字 银行户头号码 以及户头持有人的名字 至于Shipping Option 也就是送货选项 买家可以事先和MuraShows.com团队沟通 以达到共识 填写完毕之后 点击Submit 成交就行了 请确保包裹交付之后的14天内 进行退款退货 如果买家没有任何的回应 包裹将会自动的跳去Completed的页面 那么买家就不能进行任何的退货退款 或者是取消了 同样的 买家也不能进行任何的退款退货的申请了 切记 你的退款退货申请 必须要等待MuraShows.com的选择 只需要双方同意 理由充足 退款退货应该不成问题 因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你满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看 我们在MuraShows.com再见 了解